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代码的一种效率啊 原先是一个人干活 现在我是一堆人一起干活 那么这样的效率就变快了 对吧 那么进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进程呢 你要会的什么呢 第一个就说启动一个进程 启动一个进程 是不是用我们的这个process 对吧 process 那么我们这个target 是不是就是这个子进程 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所需要执行的那个代码啊 对吧 那么这个nets 后面这个lgs 是不是给这个进程去传的数据啊 对不对 那么进程呢 它的创建 很简单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调用它啊 对吧 我们要调用它 那么这个主进程和子进程间 那么他们有啥影响吗 啊 有啥影响吗 啊 没啥影响 对不对 没啥太大的影响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呃 而且 反正咱们再来看啊 这个顺序的问题 昨天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顺序的问题了 对吧 那么当这个 这个这个 如果不写这个join 啊 不写这个join 那么是不是附近程就直接结束了 但是附近程结束 子进程是不是还在那执行呢 对不对 这样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啊 大多数的一个是一个一个逻辑什么呢 是子进程结束 是不是再让附近程去结束啊 对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里有个join 有个join 那么下一个是全局变量的问题啊 有说全局变量在多个进程当中是不共享的 对吧 这个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呃 在创建子进程时 他是对全局变量做了一个什么 备份啊 那么附近程中的子与子进程的这种全局变量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 因为进程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他有自己的数据段代码段 还有堆战 对不对 那么我的变量 我当前这个进程的变量是不是在我这个进程的堆战上去定义了 对不对 那么既然子进程有他自己的堆战了 那么是不是他就有自己的内容了 其实他就是会对我所有的这种全局变量作息 做一个拷贝的吧 做一个备份啊 从附近程的堆战里边 是不是拷贝到子进程的堆战里边一份啊 那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变量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的叫启动大量子进程 启动大量子进程 因为以后啊 我们去执行的话 不可能说 说子进程在干活 附近程也在干活 对吧 以后我们的一种模式是什么呢 是我们附近程中启动多个子进程 对吧 每个子进程都在干什么 都在干活 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启动多个子进程 我要对这多个子进程进行统一的管理 那么我需要什么呢 进程池 那么这个进程池 如果你不写 它默认 就是你的CPU核心数 能理啊 那么下面我创建了一个进程 多少个进程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二有什么意义 假如说 我有两个核心 对吧 那么这里是不是我默认就是二啊 那么我有三个进程 我有三个进程 它怎么执行 它的核心 它的进程数量是怎么分配的 有一啊 对 这样的对吧 那么如果啊 我要是我写四 下面我我也是四个进程 那这啥意思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写四 我的原因是我们一次性可以执行四个进程 对吧 那么一个核心是不是就分配俩啊 那种交替的执行了 对不对 当然了 这个这个你写太多的话 其实也没啥太大意义啊 那么我们这个多进程 呃后来我们就讲了叫啥呢 啊 拷贝文件就不说了啊 后来我们就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 现成对吧 那么 我昨天还有人跟我说啊 这个多现成常用的 还多进程常用的 多我昨天我就说了 多现成常用 多现成是要比多进程应用的要多的 因为进程的一个开辟是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他的开辟和销毁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 所以说你看啊 我们昨天起多个进程 你的效率没有怎么样快到哪里去 对不对 那么你说多现成就一定比多进程快吗 其实也不一定 来那么我们昨天呢 就把昨天的内容呢 大致的来回顾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呃继续呢 去讲我们的现成啊 我把昨天的现成的这个文件呢 又拷贝到第二一下一份啊 我们还要接着他往下去写 今天我们争取把我们的进程 现成写成这些玩意全讲完 明天开始讲数据库 来我们昨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这个我们的多现成之间 是不是共享这些全局变量啊 那么这两个现成啊 我们昨天起了两个现成 那么每一个都是对这个男朋友进行 一个加一个减的吧 那么导致我最后这个男朋友啊 啊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零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样的结果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使用现成锁 解决数据混乱 第四个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呢 啊 我们是不是昨天已经知道了 那么再举个最最让人啊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 两个现成 操作一张银行卡 一个存钱 一个取钱 那么可能就出现问题 想想怎么出现问题的 比方说我以前这有100块 有100块钱 是吧 那么我现在呀 想取 想取想取多少钱呢 取20 再存10块 那么理论上这样 我的钱应该是多少钱 90 对不对 那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那么呃 我在取钱的时候 我取出20 但是我这个刚把这个20减去 但是我这个原值我还付回来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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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我让他就加了10块了 就变成多少钱了 110了 那么 啊 那那我我我这样的啊 我这样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我这样 我再往里写的时候 说理论上啊 你看啊 我先取20 是吧 我要减20 对不对 但是 我还干什么呢 我夹20这个值应该是80的 对不对 但是我80啊 这个80这个值 我要往这放 但是我还没放进来呢 行吗 行吗 那么啊 我加10块了 我再加10块 那么我们想着 这没写回来呢 他数据变110了 对不对 那么我再把这个80还回来 数据是不是就变成80了 钱少10块 少10块钱 你干吗 不干吗 所以说你看 这两个县程如果一起工作 是不是可能出现问题 比如说100块钱 我取20 但是我取20 我是不是剩80 剩的80 我是不是要把原先这个内存给他覆盖啊 我还没来得及覆盖呢 第二个县程就给他干什么 加了10块 那么里边是不是还是100呢 是不是就变成101了 那么紧接着我这个多少钱就回来了呢 80块钱回来了 两个县程是不是都执行完了 少10块 那离开银行盖不负责了 是吧 这个银行其实现在也也也很无赖 对不对 如果你多取钱取多了 不是他 你你你取钱 人家给你少了 离开柜台 盖不负责 对不对 如果他你取钱的时候他给你多了 他还要给你追回来 你不拿回来 他还要起诉你 你说这合不合理 这就是那个那个你没办法啊 来我们继续啊 那么这两个 如果两个县程啊 可能 比如说我们两个县程同时工作 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这 这不是我们怎么样 想看到的 是吧 那么我们要给他解决呀 解决的思路是什么呢 那么 加速 那么我们把昨天的这个代码呀 给他粘过来 不就昨天这个代码出错了吗 对不对 不就这个代码出错了吗 那么我们想想 怎么能把这个错误解决 他们的错误是同时在执行这个循环 是不是两个现场 对不对 那么我们好了 那么我们在想 如果我在这里上一把锁 那个图片打不出来啊 加一把锁 我是不是两个县程里边这个位置都加锁了 是不是啊 但这个锁 我们两个县程看的是同一把锁 如果县程一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奉学法呢 那么我让这个锁给他锁上 那么锁上之后 县程一是不是就执行这来了 县程二在执行的时候 他也遇到这个锁了吧 他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锁是已经上锁了 那么他就干什么呢 阻塞 阻塞还是阻塞呀 阻塞 阻塞 那么他就会县程二就会阻塞在这里 干什么呢 等待着这个锁去释放 能了解吧 那么当县程一执行完 那么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如果县程一执行完的话 他就等于这个所有的都执行完哈 那么我们可以干什么 把这个锁给他加在哪呢 加在这是不是也行 因为我的鼠标呢 我把锁加在这 他们俩都在循环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么是不是执行到这 我县程一执行 是不是把这个number就给他锁上了 县程二能操作到这吗 是不是操作不到 那么等县程一执行完了一下 是不是把锁就释放了 锁释放之后 县程二是不是打着 就要开锁呢 一看锁开了 是不是县程二就把这个锁拿到了 是不是县程二就去执行了 那么如果县程一再回来的时候 县程一是不是发现这个数据 是又上锁了 你会发现县程一和县程二 是同时在执行这里吗 是不是就是先后在执行这里的代码了 那么这样的数据会有错吗 是不是就不会有错了 对不对 我当然自己放 我当然要放开它 我这现在掩饰呢 我说的 那么我们要这么执行 是不是要把这一段给它加上锁 加完锁之后 我县程执行完 是不是之后再把锁给它放开 那么第二个县程 是不是就可以再来执行了 这样就能导致我的数据怎么样 不乱了 能理解吗 那么我们来给它上锁 那你要上锁呢 你就搞一把锁 搞一把锁呢 我们创建一个锁对象 其实锁也是个对象 锁 对象 LOK 等于 3D的 LOOK 这就上了一把锁 这就有了一把锁头 这就有了一把锁头 那么接下来我是不是该上锁了 我们这个写的不是说太正规 如果要上锁的话 你这你要踹一下 你要踹一下 上锁之后要踹一下 因为你执行这里是不是可能会失败呀 代码执行都可能会出错的吧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代码它怎么样 不会出错是不是 但是你保不齐以后 你这里写的代码是不是会出错呀 那我先不上锁 我不加踹 那么我就先上个锁呀 锁就是谁呢 这个LOOK A C Q U I R E 在这上了一把锁 如果线程一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它锁上了 那么线程二在执行它自己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遇到这把锁 那么线程二是不是就执行不动了 是不是线程二就阻塞了 那么线程一是不是就执行这个数据了 那么线程一执行完这个数据 它要干什么呢 LOOK R E R E R E A C 那么修改完 一定要释放锁 因为如果不释放 它会一直死在这里 现场上就没有办法再执行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加完锁之后 写的代码数比较简单啊 是不是 但你要想一个问题 以后以后这个代码 是不是可能会复杂一些啊 但是复杂代码 是不是这里可能会出错呀 是吧 你想如果线程一来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加了锁了 那么如果线程一在这出错 如果线程一结束了 那么这个锁是不是一直没有被释放啊 他就执行不到这里了吧 是不是 所以说咱们要踹一下 如果不管你这里执行成功还是失败 我最终一定要干什么一下 finally 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一定要释放一下 因为我不是放锁 其他的进程是不是永远拿不到锁 那就死锁了 这也叫一种死锁 这什么 你这个锁一直死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先看看 我们这样写呀 会不会让这个数据呢 没问题 如果要是零的话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哎呀 这样太慢了 我靠 你们能出来吗 这跟我炫耀啊 哎 零 时间你说太长了 那么我们昨天用这个数是不是就是算出来的是啥呀 是不是不是零的 一样的数字吧 那么这个他算出来的就不是零 是不是不是零啊 那么这个现场锁他有啥意义呢 他确保了 确保了 这段代码只能由一个线程从头执行啊 从头到尾的完整执行 比如说这段代码是不是只有一个线程能自己去执行了 那么执行完之后他把锁放开是不是另一个线程来执行了 对吧 这样我能保证我的数据不乱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四运行的效率要比三运行的效率怎么样 是不是要低呀 为啥呀 因为这个啊 你看啊 因为他是干什么呢 他阻止了 阻止了多线程的并发执行 那么 那么包含锁的末端 代码 实际上只能以单线程 模式执行 所以说怎么样了 所以 效率 大大的 降低了 他不是普通的降低呀 他是大大的降低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 啊 有意义啊 我其他的代码我不上锁 他是并发执行的 我上边这些代码 我如果有乱七八糟的代码 那么我好多线程上面这些代码是并发在执行的呀 是不是 只有这一段我是单线程执行的呀 对吧 他总归还是要比单线程要快的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么点代码是体现不出来多线程的 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段代码是以单线程来执行的 对吧 但是如果我上面这有一万行代码 这一万行 假如说我十个线程是不是一起在执行的 只不过遇到这的时候我是干什么了 等一下了 是不是啊 那么 所以说 多线程就未必比多进程快多少 就体现在一个线程锁着 你这个线程如果不加锁你的数据会混乱 是吧 线程是要有锁的 那么而且啊 这个它还有很多弊端 由于它可以存在 存在 多个锁 而且不同线程 它可以持有 不同的锁 那么它并试图 或许 其他的锁 啊 咋串盘呢 我都没看呢 哎 就这是 啊 怎么上去 我靠我这个死鸡了吗 还咋的 来 我我这个 那好了 我靠好了 那么不同的线程 它持有不同的 那并且 它还安静 并且 有的线程 它还试图获取 其他的锁 那么这样锁来锁去的 可能 可能造成 死锁 那么死锁会干什么 它会导致 多个线程 这个我们有个学名叫 挂起 就挂在那了 永远不能往下执行了 因为它获取不到锁了 这个锁已经锁掉了 对不对 打不开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只能 靠操作系统 强制 终止 所以说以后用锁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呀 千万别死锁呀 死锁 你这个代码就废了 你说 你这个锁用完了 我及时给它干什么 给它打开 如果你不打开 这个锁是不是就 我不在这打开 如果就没有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 我先标注这句话 如果说在try里边 可能出现错误了 线程一是不是就结束了 就over了 但是我这个锁谁释放 只能线程一来释放吧 那它已经死了 对不对 遗产留在了银行 但是密码没了 是不是 完蛋了 那一定会死了 那就是 那么我们上来这种写法 我们要想让它锁和 收获锁可以用一种 简单的写法 可以这样写 我们曾经使用一个 WITH 我这感觉怎么这个 1234 WITH WITH LOOK NUMBER 等于 NUMBER 加N N NUMBER 等于 NUMBER 减N 它与 上面 代码 功能 相同 相同 位置 LOK 它可以 自动上锁 与 解锁 如果你要用它的话 你能保证你死锁的几率 降低一点 是吧 我这个电脑今天怎么这么卡呢 天天让我换电脑 你们就不能集资给我换一个 1200个钱还16000呢 对不对 1200个钱16000 给我换一台比较好的电脑 那么我天天讲课不就溜到飞起了 对不对 哎呀你们的学费也不交给我 说班机 80多人 一人2万就算 160万 这要给我 我是不是就跑了 不得你进来那就 回五常 对回五常 回五常买中100平米的也就四五十万 不得 啊 哎呀呀我不喝 那玩意儿 那啥水 看我我可不在喝的 你们那帮 那一群的 我知道这个 哎呀 十好水老男喝了 据说 哈哈 不认识你们谁尝尝啊 这你们成天的 就买这种 这种是 你口味也忒重了吗 到底是哎 我现在都怀疑你 送给我是不是有啥目的了 我这口味太重了 行了行了 我们的这个锁了问题啊 也就刷完了 昨天那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去解决 我们要再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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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